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两哥 等于时间9月22日2023年 中国被短道速滑精英赛 布隆北欧赛正在活动天然中 今天给大家和我介绍的是 男子1000米出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和我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林孝俊 林孝俊重获了平仓动画舞会 短道速滑 男子1500米进来等着 最终林孝俊以1分28秒910的成绩 逆角逃避 比如一日赛前 林孝俊在男子500米和1500米出赛中 就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500米出赛 林孝俊就展现出非常迅猛的犯态 一马当先出赛第一位 最终林孝俊以41秒374的成绩 无训练夺得预赛第一进行下一轮 而在1500米出赛中 林孝俊以2分28秒024的成绩 夺得第一 也顺利进行下一轮 而在本次比赛 林孝俊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林孝俊的最大接踪对手 就是处在第一跑道 来自吉林的任浩博 比赛的时候任浩博起跑非常不错 传言现在还列中 而林孝俊起跑就会稍微迅舍 接吹落后的位置 在滑出没多久 任浩博和林孝俊 互别冲到了第二和第三的位置 当比赛这样两圈的时候 林孝俊被身后的对手管超 排名下滑到第四位 但是林孝俊并不着急 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这样四圈的时候 任浩博逆转来到了第二位 而林孝俊依依旧还是处在第四位置 这个时候 林孝俊已经落后前面第一位选手 4米远的区域 当比赛这样五圈的时候 林孝俊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进了最后三圈的时候 只见任浩博开始发力 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置 而林孝俊依依旧还是处在第三位 当比赛进了最后两圈的时候 林孝俊从内道超车来到了第二位 林孝俊也在等待实际的出现 当比赛就要最后一圈的冲车阶段 这个时候只见林孝俊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活动较熟成力 开始复得急增 只见林孝俊从弯道超车 逆转了任浩博来到了第一位 只见林孝俊率先冲过了终点 最终林孝俊以1分28秒910的成绩 逆转夺第一 而任何薄活的第二名 从最多落后4名远的距离 只排在第四位 在他后城爆发 连超三人逆转夺第一 也期待林孝俊在本战比赛中 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到 看下点预计刺 有个大手上半个 下期再会